绝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和呼吁维持一审原判 在二审中高劳荣之承认自己参与了绑架、抢劫 但对于故意杀人的指控 他否认参与合谋 便称当年身体和心理遭到法子英的胁迫 在评审过程中 劳荣之表示 自己其实也很同情受害者 大家好 我是心理咨询师李毅勇 今天我尝试站在心理咨询师的角度 分析一下法子英 劳荣之案件中两人的心理人格 首先说一说法子英 法子英比较像是反社会人格anti-social persona 法子英的一生罪恶滔天犯罪细节可以去网上搜索 但是毫无悔意 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但是又不是特别的经典 冷血精神病和反社会人格很不一样 反社会人格很难控制自己去作恶者的行径 我的老师当时我是助手 曾经有一个来访者 这个人在某个全球级别的顶尖金融机构工作 然后他想做一个筹划 就是把自己的顶头上司给干掉 也就是说 在计算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把人的情绪情感考虑在内 而且在冷血精神病里头 有一个重要的研究就是 冷血精神病身上 像是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恐惧这个情绪 重点说一说劳融之 我觉得劳融之是非常经典的psycho path 就是冷血精神病精神变态 后来法子英说 他当时很后悔 应该取下医生的性命 简单说一下冷血精神病的几个表现 无情麻木冷漠 行为控制能力差 诈骗和操纵他人 有一些认知缺陷等也可以挥纳为四个字 冷血无情 而反社会型人格经常是随意的犯罪 咨询过程中 我的老师就请这位来访者完全的沉浸在这个能量之中 同时带着一种觉知 他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恐惧 他明白自己内心中有这种冷血无情 冷静的这么一种组合 这么一种人格结构 感谢观看